第五章 直線運動 立學時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拿出來操喔 我都會馬上上傳 你自己回去看 我都有在上傳 好 來 我注意 大家畫一個圖嗎 從頭一的圖那麼大 2H 抄出來 這裡是S 怎麼還在講話 然後這裡有問題 A 在這邊 A A呢這樣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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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A A要大一 A是大一 A是大一 A A在這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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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V0 他說叫做自由下 他說滑到頂端的時候 請問這裡的速度是多少 我問你這裡V1要問一下 先把圖畫起來 你看我的圖畫那麼大 很亮接你們 上次來 老師上次有說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記得我們的公式是哪三個公式 有三劍客對不對 A T 那第二個公式是什麼 S 等於 S 等於 A T T 加二分之一 A T三個公式是什麼 B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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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T T 然後就是傳說我們有三劍客 這三劍客一定要配 看我今天可能就講一題 因為猜拳被你們奧到只能送到這 各位同學 這功勢要背 所以這叫做必背 好,各位同學,一起來欣賞力學的梅 各位同學,初術故事名,對不對 所以這公司的V0都這樣了 再來,這一題要求V,也就是墨數度 對不對,我們來看看我們可以用哪一個公式 各位同學,可不可以用第一個公式求出墨數度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行,為什麼不行 我認為,為什麼不能用第一個 因為時間不知道啊 時間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時間不知道,就不要用 第二個公式 可不可以求出墨數度 不行 有沒有V在這邊 沒有 沒有V 對不對,所以要萬用 所以我們考試要想,老師要思考邏輯,把三間課想一致 再來 欸,有V 喔,這就是我們要求的 有2 A,A叫做什麼 加速度 我請問一個物體在這個系統裡面 有沒有加速度 有 有 加速度是什麼 G,對不對 行在這邊 G,就是這一題的加速度 我們有兩種看法 加速度 加速度 永遠指向圓系 加速度 永遠指向圓系 所以這裡的G 就是我們的加速度 G 對不對 可以 S,S是什麼 會移 會移 由於這一題沒有摩擦力 我們有兩種看法 S,可以看這個斜斜的 所以你的加速度 就要換成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所以正常來說 如果這裡是 往下是G 你就要把它變成斜向方向的 正常是這樣做 二池老師想告訴你一個 人生的奧蜜 注意聽喔 人生的奧蜜來了 奧蜜的奧蜜這樣起來 奧蜜來了 奧蜜來了 由於它沒有過差力 如果我想用用這公式的話 我要求V的話 我先畫簡單給你看喔 所以V 是不是等於 根號 2 A S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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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如果G正常來說 我要分解成斜向方向的G的分離 對不對 正常還要說是要這樣去分解 這叫做 G斜 斜面上的加速度 也就是A斜 正常是這樣做 對不對 我會用C打 求C打 我教你一個奧蜜 就是不用這樣去求C打 不用做分解 請看 這個奧蜜就是 這個奧蜜就是 反正 G是往下 對不對 我只要把S 換成 往下 這個方面 也就是Y方向的位移 就可以快速解除這一題 知道嗎 所以請看喔 如果我把這兩個都改換成 改換成 改換成 Y方向 公式直接算 公式直接得答案 請見 來 所以 你把這個A 變成 G 你把這個S 也就是 這裡的位移 變成 多少 2H 把它變成Y方向的 就可以 求出這題答案喔 很奇妙喔 來 所以2 乘上G 乘上2H 2乘以2 在根號裡面 有兩個2 可以拉到根號外面 可以 可以拉到出來 會剩幾個2 一個 一個2 對喔 所以2會在根號外面 其他的可以拉到出來嗎 不可以 一個G 一個H 它就放在你一邊 這題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答案就是2 N號H 所以這一題要選豬 他 他 他 其實這一題最妙的 就是這個奧密 好不好 希望各位同學 好了 知道啦 把這個觀念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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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